逗你偶逆李宝英在韓劇悄悄话 饰演爸爸被陷害的女警声音珠 为了替爸爸洗刷冤屈 不惜设计饰演大法官的男主角 李东俊上床 还威胁他协助找出真相 从敌人变朋友 在合作期间 两人也渐渐插出火花 在英朱爸爸即将被判刑时 东俊安慰报报 在危机时 英朱献文堵住东俊的嘴 哎哟 每个画面都让人脸红心跳了 可惜李东俊却已经与崔秀妍结婚了 崔秀妍心里明明挂念旧情人张正日 却因战有欲 竟在英朱面前 积稳丈夫宣誓主权 这一幕看在秀妍旧情人眼里 当然不是滋味啦 到底这种扭曲的四角链 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有点兴趣的 我们下期见 什么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 我们下期见 除了